哈喽大家好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这颗三纯蝴蝶蓝 当时它的根不是很差吗 今天呢 就准备把它的根 修剪 处理一下 然后呢 把它进行拌水培 那我们现在开始 这戒指呢 很差很旧 并且它在里面之前有浪过根 我想呢 把它拆掉 然后进行拌水培 骨鸡拆掉以后的根 还行吧 应该 现在来准备拆 它的戒指很差很旧吧 是一些水苔 跟木碎 木碎 木碎一起的 然后呢 有点拆不动了 我要跟 刚才看到它是润润的 不是很干 就没跟它泡水 那拆到现在这个情况呢 我想跟它 冲一冲水 湿掉以后容易拆 要不然它 有得粘在根上面 这样干的拆的话 容易坏掉根 所以把它冲湿一下 容易拆一些 这就是把那个水苔拆出来 它里面呢 以前有那些烂根啊 什么的 因为它的根真的是很拆 看到没 所以 要跟它修剪 要跟它修剪 在修剪之前呢 就要冲 冲水 因为它上面呢 沾的有一些旧的东西 要把它冲下来 为什么呢 那些 里面沾的 剩下的一些残留的戒指 刚才不是 看到它的残留很差嘛 里面都是细菌 就是病菌了 要把它冲干净 等于它剪 在过程当中呢 不会把那些细菌 带到伤口上面去 就像我们现在 疫情期间嘛 或是提倡的 洗手洗手 对吧 这丝一样的道理 把它那些病菌细菌 表面的跟它冲掉 冲完水以后呢 记得呢 要用干纸巾 把上面的水 擦一下 然后呢 叶芯里面的水 一点也要擦 我先擦叶芯里面的水 因为在冲的时候 不小心会有水 淡到里面去 不要它烂叶芯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修剪 它的根呢 其实呢 下面这些很多是烂掉的 像这个 就剩下皮了 是吧 这里面 黑色的这一种呢 不是细菌 就是病菌 我经常这样说的 然后还有这些 黑色的结点里面 也是一样的 那以前呢 我不知道怎么修剪的时候 很久以前 我就是不舍的剪 像这一种的话 我以前错误的剪法 是怎么样的呢 但剪到要消毒哦 我是用消毒水擦过的 我以前呢 为了保留根呢 我就是这样子把它剪掉的 好 然后呢 这上面呢 还有一些 黑色的 黑色的这个呢 它还有细菌 或者病菌 这上面 不小心就会烂干 那这个时候 其实正确的剪法 是 正确的剪法 是这样子 对吧 剩下的这些没有细菌 也没有病菌了 同样的方法 好像 这一个 这一个呢 检查了一下呢 就要从那个进步这个位置 把它剪掉 因为这整条一条根 都是黑色的 就这样剪下来 明白吗 看得到吗 像这一种 下面这一杂 都不是健康的 那我就会 把它这样子剪 把下面这一杂根 短的 碎的 让这些根 把它剪下来 没有必要留的 这些很容易出问题 就这样一边找 一边剪 像这些 就这样子剪了 让这剪下来的 以前呢 我会在这个地方剪 那是错误的剪法 错误的方法 现在剪掉了这一个 这个位置 它上面没有黑色的 也就是说修剪的过程当中呢 尽量呢 不要留一些后患 那这一截下面是黑的 我在这个位置剪 剪出来 是这个样子的 就行了 那这些 就这样剪 就这样剪 这一颗 这样剪吧 这一颗 看到下面这一截还行 但是它上面 这两个连在一起了 但是这个位置看到没黑黑的 它还是硬硬的耶 这一种呢 我会把它从 上面这个 这个地方有个节点 把它这样子剪下去 其实呢 下面这一截 有的人喜欢保留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一截黑色的 很容易出问题 那你修剪的时候 把它修剪好了 当你将来呢 你就很好操作了 好 留到一点点 后患无穷 先把它剪 就这样子剪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 这里有个 这里有个黑点 有的人就喜欢 下面是软的 他就从这个地方剪 我以前也是 感觉到它这里是很好的 但是在上面一点点 这个地方没有必要留嘛 这个节点这里黑色的 说了 不是细菌就是 病菊 就把它这样子剪掉 多剪那么一点点 不伤大 就继续这样子找 这样子剪 然后呢 好像这一种 其实我也喜欢把它剪掉 下面这个是挺好的 但是这一截呢 这一截就容易坏了不 这一截 嗯 这个根 我就从这个地方把它剪掉 嗯 这个根 就这样子 慢慢找 慢慢剪 慢慢剪 不要着急 哦 哦 好料 然后呢 反过来 像这些皮是软的 这些地方就要剪了 啊 我刚才说了 以前呢 我就在这个位置 黑点这个位置剪 上了一点点 大概一个米粒那么高 是吧 是吧 就把那个黑色的 剪下去 剪走 去除掉那些病菌细菌 嗯 这一颗根呢 是软软的 没有 不好剪 那个 那个 剪到 然后我就把它 根皮 一拉 就出到来了 大家都继续这样子找 像这一颗 这个地方 抹上去是硬硬的 但是呢 它这个地方好像以前呢 就是那个 插了个铁线啊 插伤了 插伤了之后呢 它戒指里面有细菌嘛 刚才看到那个戒指不是很差吗 然后那个细菌呢 就跟着它伤口这里呢 就在这里侵蚀进去了 这一种呢 也要把它剪掉 刚才我说了 错误 那个错误的示范 就是从这个地方剪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舍不得剪 剪到以后 看看它这个地方 皮上面还有黑色的 那也是细菌 反正都是剪嘛 多剪这么一点点也无所谓的 同样这些地方都是一样 其实这些地方都是那个 铁线插进去的时候 它固定那个花梗的时候 插下去 它坏掉了 细菌就那样子进去 然后这样修剪一下 剪完以后的根呢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 把那些软的皮 黑色的节点剪下去了 这个地方呢 就有待观察 如果这个地方有出问题的话 我就会从这个位置把它剪掉 暂时这样子保留着吧 好 铁红就是这个样子了 现在呢 就让它这样子控水 等它那个伤口 剪过的伤口 预和了 什么叫预和呢 它的那个根呢 变得那个灰白色的时候 几乎这个地方 就是预和的了 你也可以跟它插一点肉桂粉 肉桂粉是没有消毒的功能的 肉桂粉呢 只是说让它这个伤口呢 尽快的预和 那我要强调一下 不要说我说的肉桂粉消毒啊 肉桂粉 肉桂粉是没有消毒的功能 肉桂粉呢 只是让它的伤口快速的预和 好 我每次都是没有说过肉桂粉可以消毒的 我 只是让它伤口预和 好 这就是剪掉的那些根 剪掉的根全部在那里 我要把它清理出来这个容器以后呢 准备跟它上肉桂粉在伤口的一个位置 好 这个小碟子里面呢 就是肉桂粉 倒了一点点在里面 然后呢 这剪过的根呢 我就会把那个伤口 在里面栽一下 嗯 这样子呢 那个肉桂粉呢 它就是让那个伤口呢 很快的 就 呃 可以预和 那 只要是剪过的地方 你就可以 擦 好 上面那些 这种颜色的 这种颜色的 擦的那个肉桂粉 擦完以后呢 就让它带在那里 让它干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干的容器里面 不要沾到水 就让它这样子干 好 基本上呢 把那个剪过的地方 都给涂上了那个肉桂粉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可以用棉签来帮忙的 棉棒来帮忙 把它擦上去 比如说这些空隙里面的 好了 你觉得用棉签 沾上肉桂粉 往那个剪过的伤口 往上面涂肉桂粉 如果在中途呢 看到有一些 好像这个刚才没有剪到的 一些可以修剪一下 这样子做呢 就让它先干 控水 好 找了一个这样的容器 然后呢 就把它放进去 让它在里面控水 大概是明天吧 等它的根变得灰白的时候 就会跟它泡水 然后倒掉 这样子进行拌水培 至于拌水培呢 我之前有做过视频 我会把它放在视频的后面 想了解的朋友呢 点击链接 就可以看到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